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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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威者被警察拘捕 激起更多民众跟警察对峙 这是7号晚间的香港街头 过去一个月以来 类似的场面不断上演 香港政府之前试图强行通过 逃犯条例收法 引起公众不满 担心收法通过后 中国政府将会越过香港司法程序 任意将香港居民引渡到中国大陆 引起群情激愤 过去一个多月以来 持续爆发多次示威 被侦报警察打伤的民众数以百计 被拘捕的人数也超过一百多人 至于因为不满政府作罚 而自杀身亡的年轻人 已经有四位 虽然政府采取铁丸手段 但民间抗争规模并未减退 香港政府多次试图流转舆论 其中最有可能让民意逆转的一次 是7月1号 当天有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楼 而香港唯一获得政府核发 播放执照的免费电视台TVB 则从中午1点到晚上9点 持续播放类似的画面 在示威者冲进立法会前 警方突然撤退 示威者一度占领立法会 关于这次事件的影像画面 除了有政府流转舆论所需要的 混乱场景之外 也有示威者的心声 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件事可能会去到有多不幸 预讯了的 你不预讯了十六八六 不预讯了一身伤 为什么要走进立法会呢 大家走静这么少 你会不会对此觉得很不开心 大家 原本已经撤离的示威者 经过讨论后重新返回立法会内 又赶在警察来到之前 要把死守的同伴拉走 你们明天会结束在地下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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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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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走一起走 所有刑事民的情报都是你送的 送你走啊不是说一起走的吗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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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走啊走啊 大部分示威者避过警方武力镇压 特首林郑月娥到了凌晨四点 赶在欧洲的晚间新闻时段结束前 召开记者会谴责示威者采用暴力 林郑月娥强调示威者采用暴力 不过从当天早上一些高收听率的 广播电台的听众反应看来 舆论并未全面流转 真的看到香港人甚至我们这帮年轻人 其实是很绝望的 你们现在整个政府出来 谴责这帮年轻人 我觉得应该是谴责的 是这个政府和这帮官的 你们觉得他做错要谴责他 那市民令到有这么多人上街 而他都认了他自己的失当 一次二百一百万 两次二百万 那他的行为是不是实当 他是不是令到这些事发生 当政府跟抗争者之间 舆论战打得紧凑的时候 进入中国湖北首府武汉 传出有警察镇压 当地环保抗争的消息 香港反送中网上讨论群组上 有人呼吁要声援中国大陆的抗争 在香港高铁站周围的 西九 尤监旺等地区 平日是自由行路客 几乎逼到的地点 7月7号出现了 23万人反送中游行 诉求之一 是要让自由行路客亲身接触到 在中国一直被封锁的消息 警方如临大敌高铁站周围 驾满了路障 连记者都不准进入高铁站采访 示威过程原本大致平静 但到了晚上最后一批民众 准备撤离的时候 警方却堵住示威者的退路 同时采取无力镇压 随即爆发一连串冲突墙面 反送中运动自立在舆论上 将和平抗争的诉求 扩散到中国大陆 与此同时 香港警方则一再制造冲突新闻墙面 记者邱的真编译